各位观众前进去白岸我们岛本家乡院 以及家乡百万比赛班长 有十多间学校含习古代学 都是本土文化成功 总共有三百万位书生 做回来到老人 管理王长良也来到现状 和学生一样就真好等 哪里可以放这边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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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一百万还有很多本土的教学 我想本土的教学 基本上在过去二三十年 那可以说是一个学校里面一个重点 那嘉义县大概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 那特别编了一本教材 叫做家乡一百万 那十八个乡镇市有十八本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教材 让小朋友认识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跟条件 管理王长良说 希望在土一床本土医院过程当中 苏心可以共同派着本土医院的环境 还有小孩乡用本土医院和家里面的人来对谈 共同团形在地文化 教育处透过各种比赛包括简报 包括知识列台 包括围电影 各方面向来更深入让我们的学生 可以去透过各种媒体或者是工具 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 所以今天特别举行颁奖典礼 那给这些投入到时间 那表现优秀的这些学生给他们讲 王长良基准 该管政府用了几个当的时间 在本乡都告诉家乡一百万 十八乡定期到十八万本 让小孩习通行 设置生活环境 和讨论得完的比赛 让苏心在准备比赛的过程 准备设置家乡 记得翻译一下 观众报道 观众报道